原來中醫 各位你好 又是原來中醫的時間 今次的節目也是我Daisy 周醫師和林醫師一起 繼續探討另一個癌症 今次我們應該說是 血癌和好似另一種 臨巴癌 或者我們先說血癌 上半節 下半節我們繼續探討這個臨巴癌 其實聽到血癌 如果給我自己 就會覺得好像實死一樣 因為血是全身運行的一件事 當你血有癌症的時候 是否會走動得很快 基本上有血癌是全身分佈 全身性的分佈 其實血癌很多人都會比較恐懼 其實血癌主要分為兩類 一類是骨髓型的 一類是臨巴型的 而通常骨髓型的 患病的年齡就會比較年輕 通常在比較年輕的小朋友 兒童或青藏年都會發生 在四十多歲之前 發病率比較高 而骨髓型的血癌 通常青藏年 血癌症佔首位的發病率 而臨巴型通常發病的年齡 通常在年齡比較大 去到大概六十歲 打後比較多的出現 而通常會引發全身性的症狀 較明顯 但血癌通常很少出現總塊在身體上 因為它是出現於癌細胞出現於血裏 是出現於血裏的白血球 是增值比較多些的 而紅血球是下降的 所以很多時候血癌又稱為白血病 而因為有白血球大量增生的情況 很多時候身體可能會出現很多的不舒適 頭暈、頭痛 或者一些好像自我免疫攻擊的一種情況 而因為紅血球不斷下降 亦引致這種病的人很多時候出現噴血的症狀 通常我們會發現這種血癌有很多症狀 林醫師也幫我們介紹一下身體發病的症狀 還有甚麼症狀 好像周醫師所說 因為白血病的病理是因為白血球過多 相對於紅血球過少 形成一種貧血的現象 所以我們臨床上見到的症狀 譬如說貧血、容易出血 這些都是經常所見的症狀 其他包括容易累累 個人不斷自己發汗 這些還要是睡覺晚上大量容易發汗 這是其中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終於叫做症狀或導汗 除了貧血以外 人身體會明顯消瘦 體重下降 甚至乎反覆容易感染感冒 或是感冒長期都不能夠醫好 在一些身體的淋巴結節裏面 譬如液下淋巴、腹骨溝淋巴 都會磨及腫大量的淋巴結節 這類通常在屬於淋巴形的那裏出現 是的 還有一些剛才說的貧血以外 無緣無故身上無故出血 譬如牙肉、鼻腔無故出血 都是我們值得留意的症狀 還有一些症狀 很多時候白血病的人 很多時候會出現 譬如骨關節 或是肌肉裏面 無故出血 或是失控性的出血情況 而出現他們的支撐身體能力 是比較差 所以可能會出現行動不變 甚至乎很多人覺得 這種是以前的玻璃人 是否血有病 那些人誤會了血有病就是血癌 會不會是類似 其實這個名稱 很多人混淆了 Daisy提到這個血有病 我們來簡單了解一下 甚麼是血有病 血有病其實是一個統稱 血液裏面 可能是淋巴裏面 例如淋巴結 可能出現分泌不正常 或者是白血球 紅血球的比例不正常 我們都統稱為血有病 但血有病是一個統稱 血癌或者淋巴癌 都是屬於血有病的一種 所以文字上好像沒有錯 叫做血有病 亦都叫白血病 但血有病是包含了幾種病 但血有病不一定是癌症 要搞清楚 白血病就是血癌 而淋巴癌也是癌症 但血有病不一定是癌症 可能出現一些 血有病很多時候的症狀 可能出現全身的乳腫 可能是血小板 出現的數量不正常 都是我們統稱為血有病 所以將來可能我們再探討 詳細探討一下血有病的成因 病基病理或者如何處理一下 今次我們集中在癌症方面去探討一下 是 如果這樣說 這個血癌 所有有血癌的人一定會是癌症 就一定是癌症 因為你剛才所聽說 一定是白血球是真身的 知道紅血球一定不足夠 通常血癌的人 紅血球都是一想下降 所以一定會出現貧血症狀 而且很多時候 會出現吹血性的症狀 因為紅血球不足夠 就會出現一種凝血障礙 如果有傷口流血便會無故不斷出血 而不能出現凝血症狀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要打凝血劑 或者有時我們用藥也要用凝血的藥 幫助他們預防出現沒有大量出血 不過要留意一下 除了紅血球不足以外 雖然說這個叫白血病 但是因為它增生的白血球 其實是一些未成熟的白血球 所以在我們身體的免疫功能 其實都發揮不到作用 所以在白血病病身上 都容易出現了繁複感染的症狀 但我們觀察近年很多兒童 都出現白血病 在西方醫學來說 還未了解到為什麼會引致這個 那麼年輕的小朋友 很多幾歲 十幾歲 都出現白血病 但是原來 在中醫的理論 我們觀察在臨床上發現 很多時候原來他們的心和肾功能 比較弱 這類人很容易引致白血病 因為他心的血流不夠 心臟的機能比較差的時候 血液的流暴 輸暴的力度不夠 他不能夠將身體營養 尤其是我們的精血 輸暴到下朝那裏 或者輸暴到骨髓裏面 變成營養可能會出現回流骨髓的情況 或者阻塞在身體太多 而令到細胞突然間變異 這種是一種 我們很多時候見到 心臟功能比較差的人 容易出現的一種 比較容易引致白血病 而另一種的現象 我們發現 如果經常反覆 一些感冒的跡象 或者身體比較虛弱的人 經常複蝕抗生素的人 亦都是很容易引致 身體的機能 比較虛弱 抵抗力比較差的 心臟功能亦都會受到影響 如果是長期服用抗生素的人 我們會發現 它是容易引致 這類白血病的機會率也會增高 還有在西方醫學來說 其實我們也有些觀察 就是某些類型的人 是特別容易患白血病 例如唐氏中合症的人 還有一些病 特別容易引起 想介紹一下 是 其實有些成因 譬如說 為先天性的成因 譬如基因出現變異 尤其是基因本身是問題的病 容易出現白血病 除了基因問題之外 其實它本身身體的免疫系統不夠的病 例如 它可能有些慢性疾病 長期病患的病 它自身免疫系統不夠 都會容易出現白血病的發生傾向 是的 以及觀察到 濫用一些化學藥物的人 亦都很容易引致白血病 剛才說過其中一樣是抗生素 但是某些化學藥品 如果是長期服用的話 譬如是雷固醇 或者是某些化學含量比較高的治療性的藥 它也是很容易引致身體的免疫系統功能低落 引致身體的虛弱 而引致白血病的症狀 亦都說得對 譬如有些化物品 譬如是本類的 容易引起白血病的發病 另一方面有些污染 譬如是 輻射性的污染 都容易對人產生白血病 因為今年發生過日本的海嘯 觸發了一些核輻射的洩漏 當地原來都發現了 患上白血病的法律都提高了 和這方面都有關係 沒錯 所以白血病沒有分別是哪個年齡段 只要接觸了一些致癌的因素 剛才說是輻射 一些化學物品 或者是先天性遺傳性的疾病 或者是濫用藥物 其實都是很容易引致白血病的發生 在中醫來說 有病肌 病因 我們怎樣分析 正如剛才周醫師所提及 其實和心腎的關係都很重要 周醫師解釋過心的因素 原來腎也很有關係 因為中醫來說腎主骨生髓 剛好我們的血球血細胞 都是由我們骨水 主要由我們骨水產生 當我們腎虛的時候 因為腎主骨生髓 腎水不足的時候 我們骨水其實都不會健康 所以還會容易產生一些不正常的細胞 所以病肌方面 一方面本虛就是心和腎本虛 另一方面 剛才所提及過的環境污染 例如一些輻射性污染 化學物品的污染 或者病毒類的污染 這些都可以歸留為一些外界的邪氣 尤其是輻射性或化學性的物品 都是一些熱毒性質的邪氣 本身症虛加上外邪的因素結合 感染我們人體就會發生一個病理反應 譬如感染在血份裏面會出現白血病的症狀 沒錯 而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它機能虛弱之下 而我們的精血不能夠反應 即是平均分布供應我們的身體 而積聚在我們的血液裏面 而太多的氧粉 令到細胞出現一種特別的情況 近年在西方醫學方面 亦經常在血癌方面 都用不到中藥去做治療 尤其是用在骨髓型的血癌方面 譬如說很出名的 現在我們香港是法源地 應該是我們看一看 我們香港研究了用中藥去醫治血癌的成效也非常之好 我們原來是一種叫中藥裏面的披霜 披霜聽起來很毒 但原來適當運用 它可以醫治血癌的效果很好 但不過它要在實驗室裏面 證實要稀釋1000倍以上 才能夠作出治療 而且要在適當的監察和醫護人員的監控之下 去使用 適當運用的治療效果 亦顯得很理想和康復 但很多時聽到人有白血病 就會用骨髓移植 是 但這個過程是否比較難 因為骨髓也要找對骨髓的人才能醫治 沒錯 骨髓移植是比較困難的一種治療 因為它要等對你的血型 骨髓的類型是要一致 而且要有人捐贈的時候 可能未必能排隊 等候的時間未必能等到移植的機會 而移植之後 它可能要維持不出現排斥的情況 才能夠產生治療效果 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用骨髓移植的方法 很多時候就是 多數是化療之後 化療之後 我們要抑殺 殺死很多癌細胞 但殺死癌細胞的同時 亦會破壞一些好的細胞 好的細胞 骨髓的功能都沒有了 我們需要移植一些新的骨髓 幫助身體維繫正常的運作 通常出現在化療之後 就需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這個手術 屬於大手術和風險都有 所以要接受這個手術之前 都要充分做身體檢查 要配合醫生的建議 才可以表現 通常白血病是小朋友 患病比較多 如果他這麼小 已經要承擔風險 去做大手術 即是骨髓移植 是否相對來說 用中醫治療會比較好些 適合些 小朋友要看回體質 強弱 如果是身體比較強壯的小朋友 他可以承受這類的化療 或者是手術治療 傳遇率、康復率也比較高些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白血病的病人 尤其是小朋友 很多時候身體也比較虛弱些 也本身已經有頻率的症狀 或者是心神功能也比較差些 而他們很多時候未必承受得起 這種創傷性的治療 所以如果是可以早期發現的話 其實用中藥的治療 也是相當不錯的效果 在中藥方面 我們還有很多 我們都有中醫分合很多症型 和治療方法 林醫師也解釋一下 中醫方面的症型 中醫的症型一般都會 包括一些以胃氣盈血的方式去理解 如果側重在血糞方面 譬如我們都會看病人 本身有沒有本虛 譬如剛才亞洲醫師所說 心神不足 有些小朋友會有先天脾胃不足 引起造血功能下降 本虛主要是這三方面 一些外邪因素 譬如熱毒的外邪 譬如有些輻射性的物質 一些熱毒 或者一些化學性的物質 又屬於一些熱毒類的物質 我們都會 主要分為一些熱毒類偏神型的症型 或者是割心腎和皮不足的症型去處理 如果真的屬於熱毒類型的症型 我們都會側重在 例如清熱解毒 清熱量血等 這類治療的手法 如果屬於本虛的類型 我們都會側重在 心腎和皮這三個狀腑去做治療 如果跟隨中醫的變症論治 其實那個療效都很理想 如果一旦真的患上白血病 都不用擔心 因為中醫自古以來的典籍 都有各種各種相關的治療記載 所以中醫在這方面 都有很成熟的方法和經驗 我們治療的方案 其實大體都是依據扶正俱邪的原則 去作出一種條理 我們之前幾集都說過 其實癌細胞 都是我們自身細胞的一部份 並不是外來的細胞 或者是一些侵略者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只要我們能夠用一些藥物 或者用一些方法 適當的條理 這個細胞只要能夠還原 成為一個正常的細胞 它就不會傷害到我們身體 只不過因為我們平時 很多時候沒有適當的條理 而令到我們正常的細胞 為何會出現突變呢 很多時候我們癌細胞 包括血癌也是這樣 很多時候因為細胞 得不到適當的照顧 而細胞本身為了生存 而自身出現改變適應環境的一種特變 這種特變其實是適應外來的環境 可能你血裏面有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是你身體的抵抗力 機能出現一種變異 環境製造到細胞 可能它並不安穩 環境就不能安居樂業 所以細胞本身 它為了無論現在 大戰裏面都是這樣的 我們細胞也同樣 你為了生存而適應環境 細胞自身作出調整 而出現變異的情況 我們現在都經常聽到 很多的病菌出現變種 其實變種都是適應環境的變化 很多時候可能是某些東西化合物質 或者某些藥物 都濫用了 而出現了一種細胞 或者病毒 它要適應環境出現變異 我們自身的細胞也是 所以其實如果你能夠 好好地照顧我們的自身細胞 你本身都可以還原成為我們正常的細胞 基於這個原因 我們結了很多病人 只要好好地跟他們講這個現象 其實他們理解了就沒有那麼恐懼 不會有那麼擔心 而很多時候我們也發現 只要他能放下心臺大石 治癒率比他很緊張地去治療 效果更加理想 周醫師說得很正確 也體現了中醫整體觀治療 在這方面跟西醫治療的目的有少許分別 西醫主要是殺滅癌細胞為主 但中醫其實不是在殺滅癌細胞 其實是調整整體身體內在環境 改變內在環境 適合各個細胞生存 其實兩個方法 其實在中西方面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分別 這個分別其實我們界定為一種微觀的醫學 一種雲觀的醫學 其實在西方醫學他們是屬於微觀的醫學 他們是在顯微鏡下工作 而中醫是一個整體性雲觀的 我們每一個器官每一個細胞都依附著另一個細胞 每一個器官生存 不能夠分割來看 我們不可以把某一件事屬於我們身體 撤去就當是沒事發生 本身都是我們一部份 只要你能夠好好地調理它 好好地調整它 自然就慢慢能夠調遜 變回好的 就好像我們現代的教育也是 現代的教育制度也是 究竟你要教好的小朋友 為何要踢他出校 通常我們都是慢慢願意用一些好的方法 或者是引導他 改邪歸正 即是將他的性格調整 變回正確的軌道上 而不是我們放棄的小朋友 同樣的 其實我們的細胞也是一樣 我們不應該一開始就放棄他 因為白血病 通常聽你說是貧血的 是否在日常的攝取營養方面 都很重要呢 即是治療的一部份 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譬如說我們要有充足的營養 尤其是我們需要注意幾方面的營養 譬如說維他命C的攝入 另外維他命A的攝入 另外蛋白質的攝入 而維他命C的攝入 譬如說一些蔬菜 山果 譬如說一些橙 梨 蘋果 一些西油 這些類的 譬如說綠色的蔬菜 這些都裡面含有很豐富的維他命C 而維他命A 很多時候我們會在 譬如說我們紅蘿蔔 我們的雞蛋蛋黃裡面都會有的 或者是一些動物的內臟 這些裡面會含有豐富的維他命A 但是如果是有癌症的病人 我們從中醫角度來看 我們不建議吃太多內臟的物質 因為這些內臟的物質 可能它除了裡面有維他命A之外 它還有太高的膽固醇 可能也會影響到我們細胞 就是懷的細胞吸收太多的膽固醇 可能有反效果 但是我們記得方向就是 我們要涉入充足的維他命A 維他命C 而膽白質的涉入也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我們在豆類裡面 我們要有豐富的膽白質 譬如說一些膽白 我們也是可以吸收充足的膽白質的涉入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血癌的人 身體內臟比較虛弱一些 比較貧血的 所以我們營養的涉入是顯得很重要的 另外貧血的人也需要涉入多些鐵質類的食物 含鐵質類的食物 譬如說一些紅腰斗 或者是一些西蘭花 或者是一些動物的血類 這些都是可以補充足夠的鐵質 給我們補充我們貧血的一些病人 改善的貧血 另外就是我們飲食裡面 譬如說我們西蘭花 開抗癌的效果也相當理想 而癌症除了飲食方面 要視乳充足的營養之外 平時血癌的人 因為身體比較虛弱 也需要曬太陽 幫助製造維他命D的效果 比較理想 也是幫助骨絡 比較鞏固 避免它 可能出現身體無力 四肢無力的情況 如果在日常生活裡 攝取足夠的養分 都可以幫助血癌病人的幫忙 也是 我們這一節說血癌 都探索了很多問題 都知道很多日常生活 或者如何治療過程 我們下一節回來 會繼續說另一個癌症 是淋巴癌 各位你好 我們繼續第二節的部份 我們這次講的癌症是淋巴癌 淋巴其實是一個什麼的癌症 其實淋巴是分佈全身的組織 一個組織 它本身不是一個實體的器官 它分佈在頸、胸、皮狀 或者是身體不會過內臟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些淋巴結的地方 分佈全身不同的地方 所以它本身是一個組織的分佈 而不是一個實體的器官 所以很多時候它發病的時候 它的傳播速度也是很快 因為它本身有一個很緊密的聯繫 而它最大的功用率 是一個抵抗外來病菌 侵襲我們身體的門檻 它擋住了我們外來很多的侵入 所以淋巴的作用對於我們身體 也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們感冒的時候 我們突然間喉嚨 在頸部都會腫了 喉嚨會有喉嚨痛 這些都是淋巴的作用 它本身的淋巴發炎 或者在頸部腫腫了 其實是一種自我防禦的機制 起動了 它就是淋巴抵抗了 將病菌阻隔在那個位置 而跟它打仗 所以淋巴的重要性 對於我們身體 顯得是相當重要的 而如果出現淋巴癌的話 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就會急速下降 身體可能沒有了一個防禦的機制 而身體可能 我們通常會出現淋巴癌的地方 通常在頸部 或者翼下 或者是一些腹骨溝的地方出現 而淋巴癌的出現 很多時候會摸到一些結塊 一塊塊的 因為淋巴結本身 如果有癌變的時候 會出現腫瘡 或者發大的情況 而淋巴癌 其實通常發病的年齡 在以往 通常在45歲以上 至60歲的年齡比較多 但是近年有年輕化的跡象 現在是耗發年齡 轉移到20至40歲的耗發年齡 而死亡平均年齡 已經耗到45歲 所以聽起來也挺恐怖 而淋巴癌也是我們全世界的癌病 十大癌症之一 全世界每年有四百多萬人患癌症 香港也不例外 也受到淋巴癌的影響 很多不同年齡段的人都有 而近年越來越多年輕的人都有 為何現在會年輕化呢 其實跟我們的生活很有關係 我們現代的人 不論是生活節奏 壓力很大 食無定時 很多時我們很早起床 但是很晚睡 睡了覺 但是又睡得不好 影響我們的免疫系統 我們的身體機能 出現一種紋亂的情況 低降臨下降 變成我們的身體 出現一種細胞 可能虛弱的時候 很容易出現一種細胞的變異 另外也有些情況 就是我們飲食 飲食的習慣裏面 我們食物裏面很多時有些激素 或者是一些添加劑 或者是我們經常聽到防腐劑 或者是含水銀超標 或者是含源超標 或者是某些食物裏面 可能用了一些化學添加劑 或者是一些叫做素化劑 這些都會引致我們的身體 在一些顏變的情況 所以這種生活 如果你能夠避免這種情況 可能你就要 飲食的知識方面 就要全面一點 知道哪些東西對我們身體有危害 哪些東西不應該吃 哪些生活習慣 或者是我們自己平日常的習慣不好 我們需要一個轉變和調節 是否可以說 淋巴癌其實是身體免疫力下降 所以引發出來的呢 大部分可否這樣說 它不單是身體免疫力下降引致的 它還是身體 例如說 淋巴結 可能長期發炎 它們都會引致癌變的情況 還有一些原因 林醫師 引致淋巴癌還有一些原因 除了周醫師所說 譬如一些食物的問題 因素 一些發酵物等的因素 但本身一些自身病人的遺傳 基因出現變異 都會引致淋巴癌 例如另一些人 他本身有些長期病患 甚至一些免疫系統的疾病 例如一些 類風濕症關節炎 癌 癌症病等類的病人 他患上淋巴癌的機會 亦都比健康人特別高 除了剛才所說的淋巴癌以外 例如其他癌病的轉移癌症 如果轉移到淋巴系統 都會發生一個轉移性的淋巴癌 這叫計法性 計法性的淋巴癌 所以如果真的出現上述症狀 朋友都要非常留意 另外坊間也很流行 尤其是美容行業 有推淋巴服務 在臨床所見 有些病人都會問 我有個朋友 他是一個癌症病 他最近的淋巴結節出現了腫帶 他應該去推淋巴 如果屬於這些類病人 他本身已經有癌症存在 而他身體的淋巴結節 頸、翼下、腹固溝 這些淋巴結節出現腫帶的時候 他要更加小心 這不是純粹的淋巴腫帶 他推淋巴能夠解決到的問題 有些情況發現 如果經過這些推淋巴的情況 那個癌便擴散得更加快 是的 所以這個其實很危險 正如周醫所說 因為它會促進你的癌便 會更加擴散 轉移更加快 轉移更加快 所以必須特別小心去重視這個問題 是嗎 剛才說過很多癌症都會引致淋巴癌 因為淋巴是分布全身的 譬如說如果你肺部有肺癌 或者是腸有腸癌 很多時候要轉移到其他的器官 我們經常聽到癌症有轉移 轉移通常都是經過淋巴去轉移 因為淋巴在很多內臟附近都會有 在那個器官附近 如果淋巴都受到癌便的影響的時候 它會透過癌便的淋巴 而傳遍到全身不同的器官 所以如果出現淋巴的癌症的時候 傳播到全身的機會率是相當高的 而且很快速會轉移 所以早期的發炎 或是及早的將它控制住 顯得很重要 剛才周醫師提到 淋巴可以在某些位置摸到有些結塊 當摸到的時候 是屬於中期還是已經是晚期的 初期摸到的淋巴結結 通常是可以推移到的 比較軟 比較軟 但是如果已經出現癌便 慢慢會出現一種比較硬的結塊 甚至乎它開始推移不到 即是比較固定一些 可能推移的時候推移它不動 即是跟周圍細胞和組織黏連了 這種情況便要很小心 便要立即去找醫生檢查 甚至阻止治療 就算未開始黏連 或者出現一種不能推移的情況 其實早期的淋巴癌 都未去到那麼硬 跟其他細胞組織黏連的情況 所以不要忽視 可能還是很小 或者還能推移 那就忽視了它 因為很多時候早期都顯示得不明顯 而且它可能開早期的時候 都不是出現一種痛楚 或者是不舒適的情況 但是有些症狀我們會觀察到 譬如很多時候出現淋巴癌早期 我們都會發燒 或者是身體發熱 或者是反覆 有時覺得全身性發熱的情況 或者是出現很累 甚至乎出現體重下降的跡象 如果你急速體重下降 在六個月之內 如果你突然消瘦了很多 你就要引起關注 就算你按不到腫塊 可能有時我們腫塊自己看不到 或者是不回意 所以如果是有些現象出現 自己都要小心 而淋巴癌的症狀 很多時候會牽連到其他的內臟器官 剛才說牽在很多不同的內臟附近 所以當它在某個器官附近出現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到那裡附近的器官 都會出現一種顏變 都不一定的 所以可能它出現的症狀 會多樣化些 如果出現在肺附近 或者是氣管附近 可能會出現空門 氣燭 甚至乎可能出現咳嗽 或者是出現一種痰多 甚至乎出現咳血的情況 這些如果是氣管或者肺腹 會有症狀 但如果是出現腸 或者其他內臟的時候 它出現的症狀又會不同 所以如果身體出現一種 異常的反應的時候 我們都要馬上引起關注 去檢查或者盡快資料 如果治療方面 西醫和中醫應該都會 可以夾在一起去治療嗎 可以的 是的 其實在治療人烹癌方面 如果能夠有機地 或者是很好的把我們中藥的應用 結合在西方的治療一起的話 效果可以來得更快 和顯著得到 我們對於預防的轉移 控制它的轉移的效果是很理想的 而控制它再復發的機會的話 我們在中醫方面 也顯得是比較獨立的方面 周醫師說得很對 其實中醫的角色 除了預防治療之外 其實中細結合之下 配合西醫的治療 舒緩病人 因為接受西醫治療的副作用 也很有用 譬如一些變異系統的治療 包括電療、化療之後的副作用 譬如脫頭髮、膚繭療等症狀 其實中醫除了舒緩症狀以外 跟著這些治療引起的其他問題 其實經驗和療法都很好 所以如果接受西醫治療以後 另一方面接受中藥的副作治療 其實那個生存率和生存質量 都會大大提高 是 沒錯 在臨床上我們見到很多 一些術後或者是一些方法 之後的一些併發症 或者是一些副作用的 很多病人來找我們的時候 都發現經過治療 即短時間治療 他的症狀舒緩了 而且那個人舒適度高了很多 有時胃口不好 或者吞咽困難的時候 經過一些中藥物的治療之後 他的胃口會好 而且呼吸的質素也會改善很多 個人精神和體力方面也提升了很多 當然一般人以為我們只是改善病發症 那個輔助治療的效果比較理想 其實在主要治療方面 控制的癌變 控制的細胞轉移 癌變的轉移 其實我們控制的效果也相當強烈 在另一方面 例如在淋巴癌方面 我們也要注意平時生活的一些飲食調攝 我們剛才說過很多時候 飲食的營養分布不平均 或者是我們吃了太多一些油膩 煎炸的食物 很多時候我現在的飲食 是偏向於濃味煎炸等類的東西 亦都很容易出現一種引致癌變的主因 酸性的食物太多了 也會有影響 酸性的食物也是一個重點 很多時候 甚麼叫酸性呢 其實不是說吃到口時的味道是酸 它就等於酸性 原來酸性的食物 主要是由一些化學防腐劑 或是酒精類的食物 含酒精類的食物 含酸性 或者是肉類 高膽固醇類的食物 這些都是入了身體 經過分解消化之後 去分解出來的物質是變成酸性的 而很多時候 水果蔬菜植物類的食物 入了我們身體分解出來的體液是簡性的 而身體酸化也是引致癌巴癌的很重要因素 我們可能吃肉太多 吃一些分酵的食物太多 高膽固醇類的食物太多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而且我們觀察很多病人很少運動 運動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出汗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排毒過程 但是很多人現在經常在辦公室裡 開熱冷氣工作 回家開冷氣 很少出汗的情況 所以排毒的效果是比較差的 很多時候毒素 或者一些不好的物質積聚 真的太多 也會引致我們一些臨巴癌的發作 周醫師說 臨巴癌比較遍佈全身 如果所說的運動 我覺得在這個癌症方面 氣功是比較適合一些 因為氣功是運行全身的 你亦是氣功教練的大大教練 你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聽如何做法 氣功方面 我們之前也探討過 氣功主要幫助我們氣血循環 亦有抗炎 消腫作用 而在癌症方面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大氧量 提高了20至40倍的大氧量 經過氣功的練習 所以氧氣吸入對癌便 癌細胞的控制亦是很重要的 上次我們說過 氧氣多的時候 在食物室裏 癌細胞會受到控制甚至萎縮 所以 煉疾氣功在任何一個癌症 都顯得很重要 臨巴癌也不例外 而臨巴癌 因為遍佈全身 而出現一種 虛實 經常出現混亂的情況 身體的陰陽混亂了 所以很多時我們練習的時候 要平衡我們的陰陽是很重要的 而練習 平衡陰陽的招式 很多時我們都需要練習一些 站莊的功法 站莊的功法 我們之前也講過 馬步站莊的功法 不知你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 很多集之前 我們提過的 站莊 而站莊 很多時 它不單止吸氧量會增加 而且氣血運行 全身的速度 亦是加倍運行的 但是每一次練習的時候 我們記得 在空曠空氣流通的地方 氧氣量多的地方去練習 而且每一次練習 最少要20至30分鐘 而癌症病人 我們希望 練習氣功的時間 每天慢慢慢慢增加到2至4小時 但是如果癌症病人 他們身體比較弱 是否可以做一下 停一下 那個效果都可以 開頭可以做一下 停一下 但是當身體慢慢 就是那個體力上升的時候 要連貫性的效果 是你的理想 當然 連貫練習 不是說 只是練一式的站莊 還有很多功法 加起來一起練 譬如說 其他的我們之前 教過一些六字真音的功法 譬如說 一些步行功的功法 其實都是很適合癌症病人 我們經驗 告訴我們 很多癌症病人 來跟我們練習氣功 效果都很理想 癌指數都下降得非常好 當然如果有病發症的時候 我們會配合一些中藥的條理 效果來得更加理想 但是如果在整體性配合來說 我們要結合飲食 要結合中藥的治療 也要結合氣功的練習 治癒率和康復率是相當高的 我知道你們定期有開氣功班 我想如果需要更多的朋友 他可以問我們 我們會轉答給周醫師 當然他未必會親自教 但都可以指點下 是的 我們定期有些氣功班 針對癌症的氣功班 開的 很多癌症病人 練完之後 體力上升 癌症的癌細胞 得到控制 因為他們有很多事 我們有幾集說過 都看到有些觀眾 傳來問一下 關於氣功的資料 所以如果你再有些疑問 都可以不妨寫過來 我們會有人解答 另外除了氣功方面 剛才你們所說的 推拿有一個大問題 對這個癌症來說 有些大忌 如果是針灸方面 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都是變正論 自己也要看 因為之前所說的 嚴格來講 不屬於推拿 因為坊間所提供的服務 叫做推癌症 其實主要有些朋友 以為癌症腫了 影響自己的外觀 他們會推癌症 以為可以推走癌症 但如果對於這些 已經有癌症癌的朋友 癌症腫癌症 其實是因為 癌細胞增生的結果 所以他們不能夠 去推這些癌症 但代表他不能夠 接受推拿和針灸治療 其實也要看回 他的身體的體質 和他的臨床症狀表現才知道 很多時候推癌症 現在坊間是用來減肥 推癌症減肥 或者排毒 但他跟中醫所說的推拿 又有些分別 是兩個概念 是兩個概念 如果針灸和推拿治療 是建基於一個整體觀 和中醫的辯證論事之下 去進行 其實都可以去進行 不過真的要由一位 註冊專業的中醫師 去一個治療医 才是最安全的 除了針灸方面 日常方面 他們應該注意些甚麼 譬如說 不幸患了藍包癌 應該做些甚麼 不幸患了藍包癌 我們剛才說過要注意 首先你要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飲食方面要完全改變 另外要避免進食太甜的食物 太甜的食物會引致 而藍包癌的細胞 抗生得更加快 通常我們會建議 這類的病人 進食一些比較酸性的水果 我們說的是味道比較酸性 味道比較酸的水果 但是原來這種味道比較酸的水果 進入了身體裏面 含的鹹性是特別高的 所以譬如說 蕃茄 好像奇異果 另外還有一些 好像細油 金吉 含酸性比較高的水果 進入了身體裏面 會製造一種 比較強的鹹性的情況 慢慢會把酸化了的細胞 慢慢把它簡化 而令到細胞慢慢開始還原 因為我們之前也探討過 癌細胞 癌症病人身體都是片酸 而正常人身體都是片簡性 所以我們要製造一個簡性環境給他們生活 才能夠令治療效果更加理想 另一方面 因為有淋巴癌的病人 即是疫苗本身身體的免疫能力 其實比正常人低 在個人衛生方面都要注意 例如飲食的衛生 穿衣服的衛生 房間衛生 工作環境衛生 都要特別注意 因為一旦有淋巴癌的病人 他受到感染 任何類型的感染 他康復的能力 都比一般正常人為慢 而且發生病發症的情況 都比一般人嚴重 所以在衛生方面要嚴格去高度重置 沒錯 因為剛才說過淋巴 本身是一個防禦系統 沒有這個防禦系統的預防 我們特別容易感染到一些 外流侵襲的細菌病毒 所以記住我們要做好衛生的措施 保護好自己身體 以防有很多感染病發症 聽完這個下半節後 我們都清楚了解了淋巴癌 其實是甚麼病徵 如何預防 或是應該平日做甚麼 例如多些運動 做氣功 或者其他 飲食方面要注意一下酸性的食物 入肚子便變成鹼性 不是酸性的食物 是含酸味的食物 對 不是含酸性的食物 含酸味的食物 而入肚子 味道比較酸的食物 對 比較鹼性的食物 是 對 應該是不止淋巴癌 其他癌症都應該需要 簡性食物 也是需要簡性食物 對 我們這個下半節到此為止 我們下一節會再講一講 另一個癌症 因為都比較多朋友 想問一問肺癌的問題 我們下一輯會講一下肺癌 或者大家討論一下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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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 seated